女人只是挠了下牙 却把医生们给兴奋到不行 他们竟然在女人的手臂上 发现了一条正在蠕动的小可爱 满屋的医生们瞬间来的兴致 却完全没注意到 病床上丈夫那育偶的神情 万幸的是妻子的虫子就在表皮 简单的一个小手术就能取出来 初步诊断是恶口腺虫 是一种长着牙齿的寄生虫 主要侵蚀人的内脏 两口子是去泰国旅游 在火车站吃了生寿司感染的 然而与妻子的病情不同 原本因为穿孔住院的男人 可无论医生们怎么寻找 却怎么也找到不到虫子的足迹 就在他们以为 虫子被体内免疫系统杀死 或已排除体外时 男人不愿意了 医生还没来得及回答 却不想下一秒 男人四肢都失去了知觉 无论医生怎么刺激 都没有任何知觉 不得已医生只能喊来神经科会诊 结合核磁共振的检查 医生们这才得知 那可怕的寄生虫 已经钻进了男人的脊椎 导致男人挤住发炎 这才使得四肢失去了知觉 为防止男人彻底瘫痪 必须赶紧开刀动手术 第一时间男人被推进了手术室 主刀医生借助显微镜 快速确定了虫子的位置 紧接着被主刀医生一击击重 恶口线虫被成功加出男人体外 不想清醒过来的男人 却第一时间要跟妻子离婚 他实在受不了妻子的卫生观念 竟然想去泰国旅游 孩子在住餐厅 这叫做地区的色 Zak两圣医生 雪 雪 雪